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回复你就是在慢慢地冷落你 让你失去一点 走远一点 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了 从今往后最好是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有人说不回复也是一种回复 就是告诉你走远点滚开 一颗心真正感觉到心寒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是长期被冷落的结果 就像一片树叶 从立秋到深秋再到立冬世界 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树枝 心灰意冷地随风而去 躺在冰冷的土地上 化为乌有 张梅曾经问我 男朋友突然不和我说晚安了 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说 是什么意思 我告诉她 如果她不愿意和你说晚安 那你也不要主动理会她了 一些神奇自然吧 张梅在深圳一家社区诊所上班 男朋友在当部门主管 同在一厢为一客 两个外地人在深圳相遇了 还相爱了 本以为可以一起在深圳成家离业 可是张梅的男朋友变得忽冷忽热 让人很难受 这样的爱情其实已经失去了温暖 存在的意义不大 当一个男人爱上了谁 就会天天和她聊天 还会发早安 晚安 一句晚安 让两颗相爱的心 暖柔柔的 一整夜都很幸福 如果以前总是说晚安 突然就不说了 那是冷落的开始 或者她一转身就爱上了别的人 把晚安发给了别人 恋爱的时候 如果你也遇到了一个不回复你的人 你就应该领会她的本意 别再苦苦追问结局了 不要问为什么 如果你知道了准确答案 反而会更加伤心 一天又一天的冷落 让温暖的心失去了温暖 感觉是冬天来临了 你就转身吧 去遇见那个能够给你春天的人 二 那个不回你消息的人不是很忙 是不在乎你的人 去年冬天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 顾振华 她工作充满了活力 人生充满了希望 爱情也很甜蜜 刚刚来上班的那个月 女朋友每个周末都开车来单位接她 顾振华的手机一天到晚都响个不停 大部分是女朋友发来的微信消息 玩完了手里的工作 她打开手机一看 脸色顿时好转 也会及时地回复女朋友 你来我往 我来你往 顾振华和女朋友聊得火热 大家都笑她 小顾啊 什么时候结婚呢 大家都等着洗堂呢 顾振华说早着呢 都还没买房呢 看过几个月到城里逛一圈 定个好日子 把房子的事情搞定 一切都好说 上个月的一天 顾振华的手机突然变得很安静了 她的脸上少了笑容 还常常露出忧郁的表情 前天下午 顾振华问我 一个不回微信的人还要不要联系 我安慰她说别想多了 也许是她很忙吧 你可以主动一点去她的单位看看 或者给她打个电话 顾振华说她不会天天都很忙吧 听她这样一说 我就明白了 他们的爱情已经保不住了 一个要离开的人 才会找一堆的理由拒绝回微信 上班很忙 生活很忙 应酬很忙 都是不回复别人的理由 但是这样的理由说多了就变成了欺骗 哪怕是个傻子也会感觉到 我对顾振华说 老顾 如果她天天很忙 你就别和她聊了 放手吧 天涯和树无芳草 你是一个好男人 回头看看对我一大批女孩子还对等你呢 别去打扰一个忙的人 你的卑微换不来别人的感动 你的危险消息总是石身大海 你的幸福不能因为一个很忙的人全部都能丢了 你要明白 在在乎你的人从来都不会很忙 三 遇到不回复你的人就和她断联吧 别卑微的自己 常常有朋友问我遇到不回消息的人 该何去何从 我一般都会建议和她断联 作为一个人 即便没有仁爱也要活得有骨气 别低声下息求人 作为人靠自己 我有自己强大了 有钱了 别人才会真正地看得起你 强大的人与人交往 会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地对你好 看她回复你的态度就知道了 在乎你的人及时回复你 时时刻刻地关心你 爱你的人认认真真地回复你 有无论的话 回复你 思念你的人 回复你的时候你会很感动 还很想去见她一面 希望和你一辈子在一起的人 恢复你的时候总是情意绵绵 你会感觉到爱情天长地久 那些不再回复你 或者极少回复你的人 其实是故意让你伤心 她不想直接拒绝你 只好慢慢地冷落你 让你寒心离开 其实她不知道 慢慢冷落一个人就是泄伏之痛 痛到心灵深处 被一个人冷落之后一辈子都记得 很久很久都缓不过身来 好像人生被阴霾笼罩 当爱一生往事里面有这样几句歌词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 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真地要断了过去 让明天好好继续 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割舍不下的 人要有所得 必然会有所失 梦一场 醉一场 醒来之后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不能拥有的 忘记就是最好的选择 不能得到的 学会放下就是最好的办法 人生很短 脆弱的生命不能承担太多 学会忘记 忘记不该记住的东西 学会放下 放下心中过多的负累 沿途的风景再美 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懂得放弃 前面的风景还要更美 爱深了 对方不爱了 我不爱了 对方爱深了 想要两个人披死深爱 或许是了 却远近而必散 而这时重要选择 对方不爱了是挽留还是放弃 对方深爱了是留下还是转身离去 远近了是将就还是亭天永灭 其实 当一个人不爱了 即使留住了 总有一天也会离你而去 不如潇洒放弃 在下一个转角遇见真正爱你的人 人的一生会被许多难以取舍 困惑不已的琐事所纠缠着 这时候懂得取舍就显得十分重要 若是不懂得放下 便会因眼前的得失而挣扎 痛苦 不执着 及时止损 放下才能减轻负担 轻松前行 有时更能收获柳婉花明的另一番风景 要让他人左右你的思绪 你的生活该潇洒地离去 去追求属于自己天地 这时你便发现 沉重的包袱丢失了 自己瞬间如实重复 懂得选择会让你拥有更好的人生 学会放弃 会让你拥有新的开始 不要因选择错误让自己留下遗憾 不要因为无法放弃让自己伤痕累累 我们都要学会放弃 放弃失态带来的痛楚 放弃屈辱留下的仇恨 放弃心中所有难言的附和 放弃耗费精力的争吵 放弃没完没了的解释 放弃对权力的角逐 放弃对金钱的贪欲 放弃对虚民的争夺 该放弃的时候都应放弃 拿得起 放得下 就是要拥有一颗坦然的心 无论是得到的还是失去的 只要已成为事实 就应该了却牵挂 顺其自然 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了一个不回复的人 那就主动和他锻炼吧 不必苦苦追问他的消息 一放手 一别两宽 不回复其实是一种伤害 如果你爱一个人就记得及时回复 如果你要离开一个人就记得说一声再见 别让那个苦苦等待消息的人慢慢喊息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聆听 期待你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你推送新文章 希望你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